哈喽 大家好 这个是星期五就是海藻男来到TOWER的日子啊 今天他出现在TOWER左侧机库的门口啊 根据上周棒机的更新的信息来说啊 就是说4月份将会开出天命的下一个补丁 算是比较大的patchnote吧 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把PUE再次的开启 装冷升到330然后就跟之前我们打PUE一样 获得这种以太之光把装冷升上去 但不知道他会有一件怎样的修改 或者和以前这个House of Wolves有多大的差别 还不是很清楚 然后他也可能会出现新的精装吧 不过这也是之后的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海藻男卖的是什么东西 第一件是这个漂浮头啊 泰坦的漂浮头 这个头说真的并不是很常用 它可能PVP还稍微可以有点阴人用 因为在空中漂浮一下的话 就是比较能打断别人对你输出的这种节奏 而且你可以在空中稍微偷输输一下的 我并不是很常用 曾经用过一次啊 不过那时候 是用SR进行远距离的这种偷点啊 算是消邪 但并没有一种击杀人的作用嘛 总之算是因为一般偷打的话都距离过远 除非用G单又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 还算一般吧 如果说比就觉得比较好玩的话可以买一个 第二个是复活衣服 至于复活衣服也不多说了吧 就是拉人加速就有时候打这什么 Animination啊 或者打这个 TO啊 可以用到 然后也有很多玩家在用啊 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去使用这件衣服 不过它属性是加治理的 然后是加自动步枪的 还是要根据你的属性进行一下配装 然后第三个是术实的这个吊钱衣服啊 就是减这个弹夹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钱 然后这个是个内建大弹夹的衣服 它重点不在于它这个技能 倒不是说它是内建了一个大弹夹在里头 它貌似就是说你让任何武器都会给你的这个弹夹数量提高 就弹 不是说弹夹数量提高 是总弹药数量提高 然后 然后感觉还很一般吧 我是没有配这个衣服了 因为虽然有时一直没有配 感觉也就是那样而已 一般都会配羊头会更好一点 第四武器就是慢慢慢慢现阶段来说 我是之前打PVP有用到慢慢 毕竟还有自动回复子弹 不用考虑到这个简单要的问题 但是后来有了这个牛角散弹之后 一直使用牛角散弹 也感觉好像更好用一点 毕竟都抱头一枪死啊 慢慢一起也有很多玩家在用啊 不过 说真的 毕竟PVP和PVP都有的地方 可都有场所可用 也是推荐大家买一下 还比较好用的 虽然说它后来对它的射程有所削弱啊 但是也还好吧 如果还是没想要的话 继续买3F coins吧 毕竟这也是 堵脸吧 至少不用堵看他们出不出的问题 总之你只要刷就会有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嗨脑男视频就到这边 拜拜